我一直把她当女儿 当女儿把人家当出个孩子来啊 你现在人家已经义无反顾 我们不管这姑娘糊涂也好 不糊涂也好 人家义无反顾的爱你 哪怕你明天就死了 我今天就乐意嫁给你 你为什么不接受 眼前这个两病斑白的男人名叫老吕 年近五旬的他有一个24岁的小女友 不久前 女友小菊怀上了他的孩子 当时老吕可谓是海誓山盟 承诺只要孩子出生 就会明媒正取让小菊进门 一定会让小菊幸福 可孩子出生没多久 老吕就带着孩子直接消失了 这让小菊实在不能接受 于是他急忙求助到节目组 希望老吕能够带着孩子回来 继续履行他当初对自己的承诺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老吕为何会突然离开呢 已经消失数天的他 又是抱着怎样的目的出现在现场呢 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的 主要是为他想 而且带他出来吧 认识认识大家 多认识一下电视的观众 我的心愿呢 就一句话 想给他找一个合理的归宿 很好的归宿吧 您是来带他到这来找归宿的 对 电视中婚 对 也可以这么说吧 老吕的一番话让众人一脸懵 连主持人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女友都给自己生了孩子了 老吕竟主动上节目给女友相接 这怎么听怎么不合常理 老吕究竟是怎么想的 他为何要出此言论呢 好家伙 老吕还真是体贴 自己身体不行了 还想着给女友找个好人家 实在是大工无私呀 但可惜台上的主持人不吃他这一套 一番话拆穿了他内心的小九九 这是一个五十二知天命 知天命的男人说出的一段话 请大家记住 他对面的这个人 是他现在的恋人 是一个大大女儿三天的一个女人 是他第二个孩子 是他儿子的母亲 而他的目的是说 帮他来征婚 主持人简短的几句话 就让众人真正了解了老吕的居心叵测 不计想问 既然知道自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为何还要给小菊承诺 让他不顾一切的为其生下孩子呢 他这不是明摆着玩弄感情吗 可即使主持人点破了一切 小菊似乎仍然有点执迷不误 村女士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希望我们能把孩子借出来 然后一家三口好好地生活 你希望一家三口好好地生事 或许这就是当局者迷惑 不难看出 小菊依然奢望着老吕汇取的 让他有一个完整的三口之家 实在让众人无法理解 一个二十多岁正直青春的小姑娘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男人 照理说不应有交集的两个人 是怎么认识的呢 小菊为何会对这个年龄都可以 当自己父亲的男人爱得如此痴迷呢 难不成老吕救过他的命 我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认识李老师 你是在河北回来 拍那个血色红瓜的时候 我去拍那个群众 然后他们现场有好多脸嘛 然后我又不太懂那个 所以就是很危险 那次他救了我 所以我心里特别感激的 好家伙 还真救过他的命 可这就奇怪了 救命不应该把其当成恩人吗 怎么后来会发展成恋人呢 听到主持人的疑问 老吕这家伙显然有点作贼心绪 忙不迭地替自己解释起来 老吕的一番话不禁让人无疑 已经50岁的年纪 即使女孩频繁上门看望自己 如果她没有歪心思 相信无论如何也发展不到今天的地步 如今上节目 竟还大言不惭地说是日久生情 看着老吕这副丑恶的嘴脸 一旁的主持人都听不下去了 如果说一开始咱是糊涂有激情的话 这也没什么 对吧 对 这不也有孩子了吗 有孩子按说 您考虑问题应该很周详 他不就比你女儿小三天吗 那您这个就应该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出来了您就跟他结婚不就完了 又怎么又不结 现在又说什么身体不好 让他来这争婚什么 这个我觉得好像有点胡闹吧 正向主持人所说 正常来讲老吕应该会考虑事情比较周见 既然没想过结婚 为什么要整出孩子来呢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步还死活不愿负责 这简直没有道理嘛 面对主持人的怀疑 老吕竟厚着脸皮为自己辩解起来 这一点不是胡闹 因为好多事情我都为他作想 当时这个孩子要是依着我肯定是没有这个孩子了 因为当时的时候他怀孕的时候我一直主张就不要这个孩子 因为我本身就是像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他带着孩子既连累了他又连累了孩子 实在难以想象 多么无耻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嘴上说着是为小菊着想 可做的是没一件拿得出手的 还是那句话 既然明知道自己年事已高 那你早干嘛去了 这都有孩子了你还隔着迈申请 您明明知道自己身体不好 您招惹人家干嘛呀 您为人家着想 人家有孩子 你可以采取措施啊 那既然知道自己身体不好 干嘛还找这么年轻一姑娘 就比自家姑娘大三月 这怎么下得去手吗 而现在孩子生下来了 又甜脸说不想耽误姑娘 老李的无耻言论 直接惹怒了一旁的万老师 您急了是吧 你说 我说李先生 你要跟你说白了吧 你现在就想甩开这个女孩 你还有什么话好讲呢 你就想甩开她 你错了 你现在说 哎呀我又心脏病啊 我又高血压 活不了几天了 吓唬这女孩 这么好碰见她是个糊涂蛋 您能说你谨慎了吗 您这个岁数不谨慎 说得过去呢 但是我们俩的感情是真诚的 感情真诚的把人领了 这相亲啊 您现在说白了 你说 我说 你听我跟你讲 您就想甩掉她 给生下自己孩子后的女友相亲 这谁听了感信呢 老李这种做法不就是 不想负责直接把人甩开吗 看见这么个老无赖 实在搞不懂小菊 到底看上她什么呢 主持人明显也很是好奇这个问题 我就想问问那个小崔 真的特别爱吕先生是吧 是 看中了吕先生什么了 就是一句话 他就是对我好 我就是看中他这个了 就是对我好 是不是你从他身上感觉到了那种 呃 关外 是 家里没有吗 你跟你父亲关系怎么样 我跟父亲关系 不是特别 啊 不是特别 以前跟他好之前谈过恋爱吗 没有 没有 这下问题源头找出来了 一个缺少父爱的姑娘碰到个心机颇深的老男人 再加上又没有过恋爱经验 能不被这老男人玩弄一股掌吗 但小菊似乎仍不明白现在的局势 面对男友各种找借口要抛弃自己 他竟还向男友告白了自己的真心 我早就跟他说过 他不是老认为他有病吗 认为照顾后了我多久 但是我想跟他说的就是 我想尽我最大的能力去照顾你呢 我没有想过因为你有病我就那个什么 就是你你会跟他不离不弃是吧 这里有一天他离开我了 我也会跟着那个小孩一块过去 众人对小菊也是恨铁不成钢 铁了心的要跟男友组建家庭 可让人奇怪的是 老吕比小菊大那么多 都可以当他父亲了 小菊的家人就没有意见了 那你娘家人知道吗 知道我生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才知道 家里面是什么意见和态度呢 开始的时候也不同意 但是他们也拗不过我 现在没办法就随着我去了 看来小菊的家人对此也是意见很大 但孩子都生了能有什么办法还 现在也妥协了 那就更让人奇怪了 万事俱备 只差老吕的一缕风 他怎么就不能许给这个深爱自己的姑娘 一纸婚书呢 这个没障碍了 他那么爱 你又想跟你一辈子有什么障碍呢 那我不想拖累他 那您告诉我说跟他开始的时候 您觉得是一个美丽的开始 还是一个错误的开始 怎么说呢 只是说走错了一步 就不错 面对主持人的疑问 老吕的话显得很是意味深长 这是几个意思 而他接下来的解释更可谓是扎语名句 好家伙 老吕这一番话直接引起重怒 孩子都已经生下来了 竟然说对小菊没有男友之情 实在是让人觉得恶心 一旁的嘉宾忍不住怒对他 我们听不下去了 这有啥意思呢 我一直把他当女儿 当女儿把人家当出个孩子来 你可以撒谎 但撒谎的撒得有点道理 你这一点道理都没有 你真正的把他当孩子看 你就应该真的关心他 而不能有肉体上的接触 这是明摆之的 你现在人家已经义无反顾 我们不管这姑娘糊涂也好 不糊涂也好 人家义无反顾的爱你 哪怕你明天就死了 我今天就乐意嫁给你 你为什么不接受 万老师的话演得全场叫好 看得出来现场观众也愤愤不平 50岁的年纪 却连最起码的男人 应该有的担当都没有 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拓 称什么老直将至 这不是还没死呢 不过更让人无语的是 场上的老吕竟还一副 死不悔改的样子 好意出现意后扬的戏码 既然知道知道自己欠骂 怎么就不知道干点人事呢 见他还在这桩申请 一旁的万老师不禁再次对他 那你给他结了婚不是名分就很好了吗 你死了以后你可以立 之前你立遗嘱给他 我所有的财产都你留给他 万老师 不 不结婚我把我所有财产也是给他 不对 你还有家人吗 没有 你怎么有家人呢 我离婚了 你离婚了你还有 你不是还有女儿吗 我女儿已经 你女儿有合法的继承 你的遗产的权利呀 我女儿不要我 你怎么知道 我女儿知道这样事以后 彻底给我反 跟你反目不等一步来争你的遗产 你是真无二 就算您现在跟他结婚了 对了 你说你哪天迟早要走 那个走 跟现在没有任何名分 您的走不一样 如果只是担心自己的身体 不想当女友和孩子的累赘 那就为他们母子俩做好打算 结了婚到时候自己走了 母子俩不是还有个保障吗 这玩意什么都没给 还口口声声为了女友跟孩子着想 既然为了孩子着想 更应该担负起责任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显然他就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听到这主持人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建议 我倒有一个反反对意见 按你们的说法叫如此狼狈不堪的一个人 对吧 又什么坐怀有乱了 又是不负责任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个姑娘还往火坑里跳 不给不说主持人的话 被全场打开了新思路 这样一个不负责任渣男 小菊还那么年轻 大可有更好更光明的未来 干嘛非得上赶着还和他一起吗 听几次 周老师也不禁向小菊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小菊其实喜欢的就是一个恋父情结嘛 说他恋父可以 但是恋完父以后 你的倔强导致的你和孩子未来的生活 你并没有做考虑 所以我想万老师可能急的也是这个 就真的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应该担负起成年人的责任来 如果你真的说 我之前就倔强的想要生下这个孩子 那你为你孩子未来做一个考虑 你是否有考虑 你的考虑是一定要掉在这棵树上 还是我真的可以给孩子找另外一个 更好的更安全的更有责任的爸爸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觉得小菊你应该想的是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 周老师的话已经说的相当明白 但感情毕竟还是他们两个人的事 最终怎么发展还得看这两人的决定 不过幸好听完嘉宾老师的话后 现场的小菊好像内心也有了动摇 思索再三 他放弃寻回这段不值得留恋的爱情 竟直走下了他台 看着小菊离开的背影 不仅让人内心有些许酸楚 但这样的结果对他来说无疑是最好的 他还有大好的青春 实在没必要浪费在一个老男人身上 相信有更美好的未来等着他 而老吕也希望他能好自为之 积点得 少做点为老不尊的事情